诗篇第六十一篇 神啊,求你听我的呼求,留心听我的祷告 我内心沮丧的时候,我从地级向你呼求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面去 因为你坐过我的避难所 坐过我逃避仇敌的坚固堡垒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 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神啊,你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把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愿你增添王的寿数 愿他的年日世事无穷 愿他在神面前永远做王 愿你指派慈爱和诚实保护他 这样,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 并且天天还我向你所许的愿 给你帮我情细 云